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如今国产汽车发展势头非常的好 很多公司也都开始投入到汽车的研发生产中 不过在众多汽车中总是有一些烂鱼冲术质量不怎么样的 广汽传奇GS8还没上市就快要被吹上天了 结果上市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反应 这款车的小故障不断甚至刹车失灵 发动机掉了这种问题都经常出现 让广大的车友们感叹GS8还能行吗 吴先生出于对广汽传奇的信任 在GS8刚刚上市的时候就买了一辆 结果有一次出去旅行在高速公路上 结果突然光当一声把吴先生吓了一大跳 赶紧靠边停车 结果检查发现发动机支架断裂 导致发动机一侧下沉 吴先生见状赶快呼叫救援把自己的车拖走了 幸好这个时候高速公路上车不多 不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 可那可就不好了 吴先生也买了一辆GS8 结果新车到手没几天刹车就不好用了 要知道开车的时候刹车要是坏了 这可就成了送人上路了 吴先生面对这种状况不敢怠慢 马上去CS店维修 结果每次都是修好了开个几十公里又不行了 面对这种状况 吴先生决定找质检部门借助 毕竟交通安全不容马虎 按理说 广汽作为一个大的国产汽车品牌 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而如今GS8种种情况却表明 广汽如今做汽车的态度绝对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广汽还想继续在国产汽车市场中立足 最好赶快召回GS8做一遍系统的检测 用诚恳的态度赢得消费者的原谅 若是还是这样不解决问题 早晚有一天会让广汽的爱好者们纷纷离开 那广汽这个大的国产汽车品牌 也就离破产不远了 你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